我自己在那邊 有人說這些 我現在說這些 刺隔才是真正的Mita 那你不搬出來自己煮 你學什麼跟別人同居 真生氣 這個真生氣 大家好 我們是C張情侶 我是Cherry星榮 今天我們就來講一些 在IG收集了的同居共鳴 其實我不知道原來 我們遇到的問題 大家都遇到 所以我就覺得原來很值得討論一下 我也想看看大家原來同居是遇到什麼 而我們原來也會遇到 幫大家出一下氣 這系列將會是一系列 你知道同居生會 太多問題了 沒錯 一直講下去都很久 一條片一定講不完 講得完都一定開始 那今天我們就來準備 第一個共鳴 第一個共鳴 平日霸著廁所整個鐘 等一下 我覺得有時候這不是共鳴 你為什麼自己這麼快 自己在這裡說 我自己在說什麼 你身有屎 有人 我覺得他簡直是 被阿屎擋悟了的男人 刺隔才是真正的Mita 那你不搬出來自己煮 你學什麼跟別人同居 你一直跟屎塔過 你就有很多Mita 我先說一下 為什麼男生 會在廁所留那麼久 請問 尤其是同居之後 總之簡單來說就是 寫電話 寫訊息 寫水 其實我想說 我搬了屋到現在 我快覺得我腎有問題 他就洗澡很久 通常一個小時左右 我就會開始急 其實我覺得一個小時 我還可以忍到 但你有時進去一個半小時 我真的覺得 有試過一個半小時嗎 有啊 其實我每一天都有看著一個小時 最討厭的就是 他明明霸佔著廁所 有時真的有需要 你霸佔著很正常的 但是 我真的急到賴 我簡直是忍到痛 我真的忍到痛 不是開玩笑 然後 他還要很不耐煩 那個不耐煩的位置 知道是什麼嗎 你剛才說完 我準備完就出來 他開門看著我 我不是不耐煩 你叫我出來我明白 因為我都知道我霸佔著廁所 你看著我 你這樣說 我要去廁所 我通常會想 我不想你看著我清潔 你明白嗎 我通常會留一條垃圾 然後就這樣看著 你不看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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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不是太過分的狀態 我都會盡量忍 然後呢 我會聽到他一開水喉 我就會進去了 真的很急 嗯 我知道 我明白的 我沒有說你錯 我沒有說你錯 意思是你不是不可以進來 你可以進來 但是你敲門我知道 你快到 來 直接進去了 我開著敲 是嗎 那你開著敲 好啦 總之就是 男人要me time 這就是同居的第一個共鳴 非常之有共鳴 我改善 改善 穿完出街的衣服 就這樣掛在這裡 不扔進洗衣籃 還有外賣吃完 又不扔垃圾 剪指甲坐在床上剪 我覺得原因是 因為太沒時間洗衣服 其實是一個原因 如果我知道 譬如我們旅行洗衣服 我隨時扔進去洗衣服 但是有些 例如我穿了一個小時 沒什麼髒過 這樣拿下去 就放在一個位置 in case 今晚下街再穿 我就 一早 還沒搬家的時候 已經跟她說 我不介意你不洗衣服 因為我們都不是說 經常洗衣服的人 但是 我就說你一定要找一個位置 你自己的 總之你就塞進那個櫃裡 我不要看到那些衣服 扔出來 但這個我想都在所難以 因為大家的生活習慣有些不同 然後她就說 還有一個外賣 吃完不扔垃圾 其實這也是現今這兩年的問題 因為大家吃外賣的次數多了 有時候你可能洗完澡之後吃 又不用出去扔垃圾 然後你開那個 垃圾房的門 你又覺得很髒 很髒 那你洗完澡 你快接觸空氣 我已經覺得全部都是細胖 就是洗完澡 基本上不用出門口 變了我們會吃完 就吃袋子袋 又放在門口 打算明天出門口 是啊 除非真的很髒 或者會漏汁 那些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如果男朋友是這樣做的話 如果那件事不是很髒 都可以容忍一下 但我想很有潔癖的人 真的沒辦法容忍 就是這樣 這個也是第二個共鳴 那剪指甲坐在床上 我就會罵一罵 那位觀眾的另一半 發生什麼事 有時候你一剪刀 就在那裡 就是不要在床 我其實很少在床上做 在床上睡覺可以做些什麼 看書 看乾淨的東西 看電話 看乾淨的東西 做啊 做些乾淨的東西 我說這些計 對 不要再說了 床上睡覺 拜拜 如果他今晚請櫻洗碗 他會吃完飯 休息很久 才在桌子裡 收拾碗 拿進廚房 我通常受不了 就會自己收拾 有味的 有味的嗎? 他剛搬來的時候 是很快手的 吃完馬上就拿碗去洗 我不知道做什麼事 現在就開始啪了 有嗎? 是呀 真的真的 開頭你很快手 通常男人都忘記了自己做的 之前不是這樣的 對 所以這句我們來說都很有共鳴 我們先說一下我們家裡的分配 現在暫時的情形 其實是不是我煮飯呢 通常都是他會收拾東西洗碗 對 如果我反應都是收拾東西洗碗 那當然是你煮吧 真生氣啊 這個真生氣 不然我們沒有第二條片 對 分手片 其實主要都是我煮飯 他就會洗碗 這個是一個共識 基本上 通常吃完飯 我們就會按一部電影 或者劇集看 然後他吃完 就馬上梳化攤 有次在八、九點吃完飯 我忘記了看什麼 總之在看電影 看完之後 我們是11點都沒有收拾 好像是我記得 但他從來都不會自動醒覺 說夠了 要收拾東西 我有時會自己起床收拾東西 我這麼晚不久自己收拾 不過最新的狀況就是 他吃完飯就睡著了 暈了 不過他那天是累的 所以我都收拾了 而無怨言 不過他差我一次 下一條 好 下一條 下一條就是 家裡的東西和日用品 好像買都不完 拍拖時間變了外出賣東西 又開始超大 錢花得很快 我心感認同 因為我們同居了這段時間 我們差不多開頭 每一次出街都是去補給 都沒有拍拖的時間 我最初以為是 我們剛剛搬在一起 新錄進火 所以要花多點時間 但原來不是 為什麼一定要外出賣東西呢? 因為有時 你坐著想的時候 你不太想起自己到底要什麼 去到超市的時候 就覺得自己買齊了 然後每次回到家 都說漏了 又忘記買這件事 又忘記買那件事 還有有時 不是只買日常用品的 買電器都很重要 有時是他 他對生活有很多要求 我覺得家裡有七成的電器 都是因他而需要有的 收皮 不是 我也需要但沒有你那麼多 就是有很多 哎喲太乾了 哎喲太臭了 我又要加濕氣 又要有空 鼻敏感那幾天 連續三天 我就說我要買一部空氣清新機 其實我呢 我是負責補給的 他就不太理會 那些麵吃光 或者紙巾用完 是我叫他 他才會買的 現在很好 有很多不同的網站 已經可以買到東西 上網買的有一個方便 就是你可能突然想起 我這個要用 你先數一次過 我開始怎樣解決 我們兩個經常買樓的問題 我們會傳給群組的 但是傳一傳 那些小鬼走了 就是沒有了 那永遠又是買樓 那不如你上網買 是不是都加入購物車先 那上網就是最方便 臨飛車場 是否真的要到那些東西 是啊 所以我現在就要推介一個網站給大家 就是Ease這個網站 它很厲害 它除了你要買那些日常用品 那些可能是廁紙 加巨物 它有之外 它還有很多不同的牌子 就是你有時你去某一間連鎖店 你才得補一堆可能獨家的東西 但其實原來在它的網上 已經有可能其他外國的東西都有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位置是什麼 竟然可以滿足到你的要求 是啊 它連垃圾桶都有 我們買了Panasonic的焗爐 然後買了空氣清新機 然後買了阿Dee的九零食 連阿Dee的都有 夢寐以求的空氣清新機 我們已經有一部空氣清新機 不過搞不定 正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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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們會買了這個蒸焗爐呢 是因為我們本身買了同牌子 同一樣東西 但是大一點的焗爐 然後我們裝修完才發現 我們本身預料用來放焗爐的位置 原來放不下我們的焗爐 你這個角度很搞笑 因為它很大盒 我就是大盒 再說 垃圾桶 就是垃圾桶 1 2 3 哈哈 這是好嗎 這裡就有阿Dee的零食 首先 洗手仔的結手型 這個腸才是做的 對呀 我現在買了一隻粗的給他 好像一個辣肉腸 這個很開心 是不是 下面的連結 你按進去 就可以看到我們買了些什麼 如果你們用了這個code之後 CKCouple 你用這個code去買這些item 就會有5% off 當大家多一個選擇 是不是先 好 下一題 他上班工作很勤力 但是對著家務有極度拖延性 阿Gui 他是上班工作很勤力 就是你問他的工作夥伴 大家都會覺得他是一個很值得信任 還有做事很妥當的一個男人 但是我不知道他對於生活是一個智障 是完全不懂得照顧自己的 真正的智障 不 首先很正常 不如有時拍攝 累回來也不想收拾 不想你 不想你這樣 那一天才做 我覺得是合理的 我會 但我發現我有一點忍不住 我也是會忍不住 你沒有的 我最不喜歡他這個位置就是這個位置 一定會有些地方 他是幫你做一些事情 你不知道的 你始終兩個人 可能隨便一個 是會做事做得多一點的 對呀 因為他出名是拖延症 一個肥的拖延症男人 肥拖 拖肥 拖肥 拖肥仔 我肥仔 好肥仔 不知道有件事 永遠都刮到很糟 例如亂說 例如你負責得給拖延後如果是拖延後才算 例如那天洗碗 我為什麼那天這麼感動 ?..因為你會覺得很累 我會幫你做一份第一份 我那天非常感動 真心 我覺得可以分配家務 例如你對手 例如你負責去延後 你負責煮 我便洗碗 但不要 sencill 真的 你想想一下 我也是有拖延症 不過 可能就是在更小的位置 但我覺得最容易吵架的位置就是什麼呢 當你自己忍不住 但是你叫對方做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吵架了 因為你很吵嘛 你在心裡跟自己說 為什麼他可以不做事呢 家裡不是他有份的 然後你第一句衝出口 為什麼你可以不扔這些 為什麼你可以不洗衣服 然後他就覺得 什麼事呢 然後那個語氣就一定有差 第一句就吵架起來 感覺就很差 就很容易吵架 這個就是我們基本上 最容易吵架的位置 然後有幾次就是 他又累我又累 那就會爆發了 我們吵架的時候 都不是因為那件事本身 其實就想發洩一下而已 OK 下一條太長了 還有一條現在是彩蛋 這條是我 一種聲音是我選的 事情經常裝不懂做 專門做得很壞 最後還是要我做 一種聲音是我的空間 我沒有做得很壞 我一是不做 但不懂做是會的 我很多 譬如他坐在這裡 然後要拿些東西 在窗台這樣才算 然後我在這裡叫他拿 然後很遠啊 我一次是這樣 競爭 很遠 其實他是比我更近 那件事 這件事太聽話了 然後我拿一拿 就發現 這件事挺近的 有時被他拿吸塵機 拿地圖出來拖地 然後走過廁所門口 就會 好痛啊 然後就放下那個 然後我拖 然後浪衫也是 浪衫就是浪衫架 浪衫我也不喜歡 好痛啊 我太強了你又不行 好痛啊 我的頭很痛 我撞傷了 又搞什麼氣 必須不理我 搞錯了 我相信你當然 沒有用我的智商 就是這樣 好了不說了 我們發現大家都有很多這些 同居或是結婚婚一起住的 一些小磨擦 總是覺得 這傢伙又不吃東西又不做事 有些情侶之間互動的事件 這個系列我們都打算定期出的 定期就要伸一下 不然我們都會 有點抑鬱 我還好 我調整到 大家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發洩下對大家另一半的不滿 但我覺得除了不滿之外 如果你有一些很sweet的 或者應對方法 都可以分享一下 分享給大家 不然大家一起在吵架 搞不定 大家最重要是like share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有留意一下我們IG的story 再見 拜拜 未婚手很幸運 我好 我好